好 欢迎您回到新台湾教的现场 我们带您来看看 这个到底打这个宇昌案 究竟打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进行分析 有人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 蔡英文打到说就是 前朝这样的一个集团 而这样的集团 过去这三年多来 四年多来 也被打成跟贪腐 画上一个等号 他们要打的就是这个 但民众相信吗 特别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政务官出手了 立法院党团出手了 连特征组都出手了 特征组的出手 刚刚这个牛老师有讲 他觉得说呢 不仅是蓝伤绿也伤 中间在看的是 到底有没有弊案 那么蓝就是在看说 蓝这个绿的人会觉得说 你居然这个案子 你也找特征组出来 特征组秋头这么多案 谁怎么办到蔡英文的案 谁怎么被选去 动作就这么快 到底伤到谁 我们今天有更多的分析 还有这个吴敦毅 有人说他是隐武者 他到底是不是隐武者 一起来看看 我从来没有说过 宇昌或台茂创投是弊案 也从来没有说过 这两个案是违法的 刘主委气呼呼 澄清从没说宇昌是弊案 那外界更好奇 特征组受谁颠测 这么主动 特征组就很奇怪 他也没有看过资料 那媒体上有在讨论宇昌案 他就直接认定有犯罪嫌疑 然后就去进行搜索报权证据 那这个不是厅长官的脸色犯案 根本是犯例不犯的 出手时间诡不诡异 检查总长黄志明终于回应 声明稿有火气 希望政治人物对检方犯案 不能因党派不同 而有双重标准 检方不是打手 本来就有主动侦察犯罪嫌疑的职责 不办宇昌才是失职 检查总长 你该愤怒的是 为什么在你当总长到现在 特征组的社会共性力 还是一直建立不起来 虽然黄世明撇清 办案没分颜色 也不用看诊脸色 但看到黑影就开枪 这么积极 让外界怀疑特征组立场 留下的不良观感 可不是一张新闻稿 就能解释清楚 这个新闻终于报道 蔡令仪站台辅选说错话 绿营提到后 立刻针对搞错数字11亿 公开道歉 但另一半都道歉了 吴敦毅却没停火 还加码爆料 蔡英文意图A走的钱 前后加起来应该是14亿 蔡令仪提11亿算客气的了 我内人都还客气 她是一个很善良 而且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主妇 你叫她讲11亿 她觉得好像数字多了 她以为是6亿多 其实那8.75亿虽然是未税 但是在蔡英文副院长 还是批定了 所以这个完全正确 这类夫妇早上下午 所讲的话 完全让社会大众兜不起来 这人格分裂 吴敦毅不只跟整边人 说的数字都不笼 就连兰营内部 要不要继续追打宇昌案 也出现歧见 前一天吴敦毅才说 宇昌案让兰营加分不多 应该设下停损点 但立院党团不但没收手 还有立委继续追着打 行政立法不同调 吴敦毅说法再度转弯 那立法院也不是我能够去 去改变他们的做法 所以我就我的立场 揭毅不是我的专长 我的专长是行政 是服务民众 揭毅自有揭毅的专长 去努力的抽丝剥茧 那不是我的专长 不让外界尖锋插针 吴敦毅强调揭毅非专长 自己不是攻击手 试图切割任务 只是连日来发言 和自己人明显不同调 即便是各司其职 还是各场各的调 三里新闻成立国黄明 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宇昌案到目前为止 其实刘亦如他都讲得蛮清楚的 他没有说宇昌案是弊案 今天总统在质问的时候 也不是针对任何的弊端来讨论 他讲的是一种社会观感的问题 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特征组为什么要出手 特征组手上的案子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之前有一些民调显示 双英两个人的支持度 是在接近之中 那么有人的解读 就是说这个宇昌案看起来 国民党的出手出太重了 连特征组都进来了 导致他在民调上并没有加分 那么我对他的说法是说 才加2% 所以不如来好好地讲政绩 这些种种迹象是不是显示说 打宇昌案不见得蓝眼有得分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这个中国时报的一份最新民调 中国时报他所引述的国民党内部民调 让大家参考一下 看这个可信度高不高 打宇昌案 国民党指中间选民是 马总统增加了 蔡英文下降了 这是国民党的最新民调 受到宇昌案影响 双英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是 马生蔡将 蔡英文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下挫超过10% 蓝营评估中间选民 与年轻族群人是大选决胜的关键 蔡英文有没有涉及利益回避 仍然牵动这两块票仓的位移 这是目前为止 他们这样的一个最新说法 还说国民党中央礼拜四 举行一个PK小组的会议 不少与会人士主张 宇昌案要设下停顺点了 但党政人士表示 就算乌龙公文有影响 但从整体民调数据来看 宇昌案对于蔡英文很伤 党政人士认为民进党对宇昌案的 负面效应心知肚明 所以大动作展开反击 提出了政治迫害等等的指控 但蔡英文的社会观感是受到影响的 就是说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下滑 20到29岁族群支持度下车超过10% 中部地区的支持度也大幅滑落 是不是这样子 家亲你们手头上的民调状况是怎么样 可以公布吗 首先我想民调蔡英文的态度 一向就是说参考 毕竟在选举前 民调起起伏伏是正常 但是在我们内部的民调看起来 我们还是在一个领先的状态 虽然差距是不大 那宇昌案有没有影响民调 宇昌案的民调 你们一定有做啊 我想这是基本的 宇昌案的民调的影响 事实上是反而使得蓝军躲起来 表态率下降 那这个状况显示出来说 如果宇昌案打的是有效 那他应该要加码进场 不会产生前两天说 还在内部开会讨论 要加码还是要退场 这样的讨论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是 自相矛盾的逻辑 尤其这个中国时报 李明贤先生所写的这个 我今天看到好几篇文章 他都在写党政人士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党政人士是指哪一位 报导这么多天 大概超过一个礼拜了 都叫做党政人士 这党政人士总该有名有姓吧 对不对 而且这个党政人士的逻辑 我认为他是自相矛盾的 有什么这样说 一方面他说 这个中间选民的部分 因为马申菜匠了 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马总统的这个民调 照理说应该要上升很多 才对哦 可是马总统对不起 他现在只有40% 这个跟前两天 TVBS也好 中时的民调也好 都差距都是维持一致 没有变化 那这样子你怎么升 怎么会升呢 所以你说这个民调解读 是有矛盾的 而你们内部的民调也显示 目前是宇昌瀚反而是 蓝军的支持者夺起来了 对 我说自己是一戚国民党 所以这个说法 反而是证明了 我们的民调才是正确的 而且临床实验证明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比较稍微中间偏绿一点点 他们看到宇昌瀚特征所 这样出手整个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马上明显表态支持蔡英文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补一个民调的一个概念 其实今天中时这份民调 是引党政人士 国民党党政人士 他针对宇昌案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 民调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在中间 或者在年金选民 国民党的内部民调显示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加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透露出来 其实我直觉觉得 他这个讯息是在平衡前两天 中时的民调 蓝绿只差1% 我觉得在政党的一个民调 如果是建筑于媒体的话 基本上我会把它当作文宣来看 如果从这整个民调的一个操作 或是民调专业学理来看的话 我会比较宁愿把它当作一个文宣 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阅读 我觉得这个真实性 或许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种疑虑 它的策略性一定是比较强的 这是第一个我补充的 第二个其实惠敏刚刚问我 就是说这个宇昌案或者是特政组出手 到底对蓝伤多还对绿伤多 其实我觉得对两个阵营都很伤 为什么呢 我还是用民调来做一个佐证 第一个民调就是 中时的一个民调 两军的一个支持度 马指引差一个百分点 如果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对蓝是非常非常伤的 好 那今天如果从T台的民调 您刚刚所讲T台的一个民调 马是40 然后绿的蔡英文是36 它差4个百分点 基本上这个是有拉开哦 因为就T台上次的一个民调 是差两个百分点 T台更前一次的一个民调 它是差一个百分点 还有一次的民调 如果是透过整个推估 投票来推估的话 蔡可能会赢马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 T台的民调会有机构效应 如果我从这几次的 T台的民调数据来做类比的话 马英九领先蔡英文的幅度 它是被拉开的 那如果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对蔡当然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 所以我才会说 宇昌案包括特政组的一个出手 其实对蓝绿都非常非常伤 但是总统决定今天加码 好 他在这个提问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我觉得刚刚牛教授讲的这个 他说打宇昌 这个国民党没有加分 或者是说特政组出动是两面伤 我觉得要看一点 本来是要伤民进党 各位可以假象一个状态 假设今天民进党没有拿出 那份原来的证明 证明说经监委提示的那份文件 是假造的 所以逆转甚至因为这个 刘亦如的这份文件 那民进党就很惨了 那民进党我跟你说 我们都听到国家机器杀人 那国家机器什么杀人 刚刚国家机器又在杀人 吴敦英来说8.75亿是蔡英文批的 完全错误 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是2007年5月 他就离开行政院的副院长位置了 这个批8.75亿的时间点是在2008年的3月 那个时候蔡英文已经离开很久了 没有 所以这个是不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的一个例子 什么叫国家机器杀人 今天 比如说江国庆就是这样子 当国家拿一个不实在的证据 来控告你的时候 他无力对抗 他没有办法提出自己 对自己清白的时候 他最后的下场是被国家杀掉了 今天如果这个案子 如果不是民进党拿出了证明 那特征主义出动 是非常符合的 你们内部民调到底有没有 中间选民流失的问题 我们内部民调我觉得 你自认为你了解宇昌案的 其实只有50%左右 这是国民党要的 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案子那么复杂 但是他只是要打一场说 你看蔡英文有问题 你看他那个东西当时列为极机密 你看司法都出手了 特征主都去查办他了 不要说特征主出动没有效 当年的高捷案 高铁检证案 什么阳性案 达政案 这些案子后来都没有罪 可是当年被他办的 你看害死多少人 多少人当时身心受到煎熬 民意受损 不要让台湾民主发展到这个地步 又发生一次类似的案例 对不对 我是觉得 这个吴多利润有意思的 他说只民调增加2% 所以效益不大 所以不大 拜托啊 这次选举是0.1%就决胜负 2%你还不要 所以我觉得觉得这个国民党 尤其是吴敦义 简直是圣人在参加选举 找不到这事实上找不到这么慷慨的 说2%不要 他要多少%才要 还是0.1%他才要 还是100%才要 这很荒唐啦 这个是第一点 所以难怪大家一直对这个吴敦义的诚信 一直很质疑 这个又是一次证明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特殊族办了到底是对国民党伤还是对绿军伤 那要看什么时候呢 那在几年前 这个整个检察官他社会声望还可以的时候 特殊族大家相信的这个检察官出手咯 那民进党一定会伤 但是就像刚才讲的几个例子 特殊族几个乌龙案办下来 那现在特殊族的声望是蛮低的 比如说不要说特殊族 像这个群和伦理基金会 就是李国鼎的一个基金会 群和伦理触境关系触境会 李国鼎的一个基金会 那他做了各行各业的这个社会信任务调查 对不起 检察官的跟法官跟恐龙法官是一样 社会信任务超低的 社会信任务超低的特殊族 一出手而且是 好看起来大家认定帮助国民党 你说蓝军商还是绿军商 这很清楚嘛 是 好 刚刚其实这个军友提到就是说 马英九一站出来给大家消息嘛 他说他绝对没有介入特殊族的调查 如果有的话愿意退选 其他讲的是废话 为什么 因为讲的要有这个所谓的司法证据了 谁能够有证据证明说 总统他介入特殊族的调查呢 那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 是不是因为特殊族的介入调查 确实伤到了国民党 他才需要来拨这么多半价 他说不是半价的人嘛 那么另一方面呢 政治证据的部分 刚刚这个郡献举了几个例子 另外我们好像来看一些时间点 12月12 12月10号的节目 也就这个礼拜一要解密 我们上个礼拜天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说到 这个几乎这个国民党的委员已经调灯夜战了 文件已经送进去了 他们在红楼里面调灯夜战 隔天一大早就能举行记者会 换句话说东西是先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 那么在12月21号还没解密的时候 蔡令宜吴敦毅的夫人 他前一天晚上在澎湖的说 蔡英文拨在他家里 拨去蔡英文拨在家里 说这位会听爱吗 刘亦如也是 刘亦如在举行记者会说特征要去调查了 他五点的记者会 特征就四点完就开始动作了 为什么 这怎么解释 所以这一套本来就是国民党写好的剧本 只不过有一段没有写好或写错了之后 被抓包之后 整个剧本就出问题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也不是建好就收 也不是任培出场 我现在是什么 教书拨大了 很简单嘛 他现在停下来就整理了 所以他一定要玩下去 只不像在转移焦点了 以前是说暗示有弊案 暗示有违法 现在不敢说 因为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现在跟你说什么 这个刘亦如讲 我从来没有说弊案 这样特征组在调查什么 对 没有违法特征组为什么要调查 他是甩特征组一巴掌 我没有说弊案 那特征组介入干嘛 所以他马上就要牺牲特征组 说得不清楚 意思就是说 你看现在没有弊案 特征组跟我无关 特征组他们自己要查的 所以特征组是两面都没有讨好 本来是要表公也好 或是被动被指示也好 现在刘亦如讲说 我没有说弊案 那特征组就表示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他弊案 你还要介入调查干什么 特征组启动调查到底是怎样 有预防的一个 就是人家只要 特征组到底要怎么样情况 听到风吹早动就可以动吗 可以这样子吗 我要这么强调一下 在任何一个国家 对一个总统好酸人 最要穿起没有30天的时间 采取这么大的动作 他也要考量政治上的效果嘛 对不对 而且这是人民观感的问题 全世界都会说 这个国家的事发丹人 针对一个重要的反对党的候选 在选举最后关头这个动作 我不相信这些法官 这些所谓特征组的 都要考虑政治上的效应 有啦 而且人民没有感觉嘛 所以为什么马英九要 发重视就干单嘛 多数民众是认为 马英九有介入啦 所以才先用发重视的方式 我如果这些只是特征组 我就要推出选举 所以人民不相信他 所以要发这个重视嘛 据说民进党 是有一些证据哦 是不是 一个月前 当这个梦想家 开始被大家质疑的时候 不久 马总统就让他给下台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该提告的也都提告了 特征组有没有办 没有办 北俭有没有办 没有办 为什么都不办 那今天我们在说 马总统 你动用国家机器 蔡英文已经直接填名了 你动用国家机器 在对我个人进行人格的磨杀跟打压 马总统 马总统 重点说出来 我如果有介入侦办 我要请马总统好好把他解释这句话 介入侦办的范围 包含哪些 有没有包含特征组以外的调查局或检方或地方的相关的单位 有没有 马总统最好要讲清楚 讲清楚以后 我们再来讨论进一步证据从哪里来 我今天不透露 我不透露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马总统自己心知肚明 而我们要把资料拿出来以前 我们希望给马总统一个机会 让他再把话讲清楚 既连他今天已经下重事 说他如有介入侦办 他要退出选举 那我们让他把这个侦办的范围讲清楚 是指特征组一个 还是有没有包含检方 有没有包含调查局 有没有包含警察 这些系统全部一并的说清楚 然后除了这些法务部的系统 调查局的系统 国安会的系统 国安局的系统 都没有之外 有没有包含行政院其他的系统 一并讲清楚以后 我们再来讨论进一步 否则的话 我觉得马总统很会 我会很厉害的 他就可以说2000空白年的时候 大家问他说 如果你633达不到的话 你要怎么做 他说 我会把薪水捐一半出来 我以前已经捐了6000多万 然后现在他又凹成说 这个不是4年 是8年要做到的 我告诉你啦 你就算拿出证据出来 应该公 我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啊 我看报纸才知道啊 罗伟员 我自己应该是这样 其实马总统 他很忌讳 而且他很 他自己本身 很不喜欢人家说 他介入那个司法 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是以这个秩序 他说他从来不干涉个案 从来不介入司法 他经常在干涉个案 所以你现在讲 他说他介入特征组 那当然他会起 很大的一个反弹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 我是觉得啦 大家要很公平 就有时候对特征组 或是对什么司法 反正如果破民进党贏 你就说哦 司法公正 破民众司法 司法不公正 我觉得是这样 特征组里面的人 也不见得全部都支持南京 里面也就是民进党的 所以如果有什么抗牌 如果有什么 走就押押出来 就会把那些信息 都会丢给民进党去了 所以不要在那边 我是觉得说对他们也很不公平 那今天特征组为什么介入 其实坦白讲 我也希望他介入 因为今天最重要一个疑点 也是民进党一直质疑的说 那一张公文有写 把什么8月份写成3月31号 你们不是怀疑说是有人变造吗 那既然变造的话 那会不会再把变造回来啊 所以他们当时说所谓保全政绩 那我的了解是说 其实你们自己本身 那个民进党的很多的名嘴 也在很多节目中 特征组要赶快把那个政绩 把它查扣 要让它保全政绩 不能再让国民党再去创改 甚至包括很多那个蓝的名嘴 在友台里面 我也看到啊 特征组成不介入 赶快把政绩保全 不能够再让国民党去创改 所以你说特征组是听 你咙嘴办案 那我是觉得 监防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我们特征组 像以前我们在打很多案子说 特征组怎么不办 第二天就办了嘛 这个已经很多是这样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你今天他把这个政绩保存 不错啊 那是谁创改的 是谁 谁来弄的 这个对立军事 对立军事有帮助的哦 所以你今天 那你说好 什么孟讲家不办 孟讲家是一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主动把他移送到特征组去 那侦查不公开啊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在办呢 有时候很多东西 办到某个程度 他出来嘛 所以我是接 你讲得很好 我是接着说啦 特征组侦查不公开 但是民进党在问 为什么这个案子 很多东西媒体都先报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不要说对于那个 好像那个对一些 他们的司法单位 他太逸色立场 其实这样对他们也很不公平 那你今天 他把证据查扣起来 那社会自有公关啊 到底谁卫照 我也希望把卫照那个人抓出来 可是罗伟委员 我跟你说啦 要把他抓出来啊 国民党 我们假设来看 他的时间点 国民党跟津建会 礼拜一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那第二天见报嘛 那礼拜三 礼拜三 特征组就说我按照媒体所报导来办案 他来保全证据 就是说他把那些证据通通收走 你要知道 当礼拜一在立法院的时候 拿出那一份假照的文件 那民进党确实有一些紧张 说怎么会有那个东西呢 那假设我们没有找 手里面没有那份真正的原来的东西 那你证据在哪里 特征组全部保全拿走以后 那就死了 我跟你说 我们就找不到东西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好我们有拿那一份 那假设 我刚才要强调 如果没有那一份的话 那特征组 他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 他可以约谈和美业 可不可以 可以 他甚至可以约谈蔡英文 对不对 因为依照你那份假照的时间点 你三月份 副院长还来参与一家公司的筹设 那个假照的公文是 报纸的头版头 是蔡英文福利自己 我跟你说 他那个保全证据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他等于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带走 你就没办法证明自己了 然后我再回答你 马英九有没有干涉司法 最近就有了 孟想家 马英九两次公开说 孟想家看起来没有法律的问题 乱来 证办中的案子 马英九他有没有这么讲 你说他有没有这么讲 马英九说 孟想家看起来没有 只是社会关卡问题 他并没有法律的问题 你总统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你就是在干涉办案嘛 好 广告之后我们接听你的call 马上回来